10月27日第12届好莱坞电影节颁奖典礼 在贝弗利山庄举行 众多好莱坞的大牌明星出席了这个颁奖礼 安吉琳娜朱莉 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 纳塔利·波特曼等好莱坞明星纷纷亮相 今年78岁的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 凭借影片《调包婴儿》获得最佳导演奖 而入行正好50年的达斯汀·霍特曼 则获得了终生成就奖 性质高昂的他透露 将来极有可能转行 尝试导演工作 另外英主演影片WR被誉为翻版布什的演员 乔什·布洛林勇夺年度男演员大奖 好莱坞电影节被业内人士认为是奥斯卡风向标之一 在过去五年中 总共有54位奥斯卡提名者 和16位奥斯卡最终获奖者 参与过这个电影节 新娱乐再见 美国报道